請問一下 如果自己懶著刷的話 像那種美容院SPA 他們有在幫人家畫皮刷 現在都有做這些 所以你刷完它立馬會剪 真的 你真的可以感覺到 它就是有熱的感覺 然後就循環比較好 像我就會搭配像 比如說你洗澡 你刷完了 我再會用這樣去角質的東西 然後再會洗澡完 就是用這樣子的一個瘦身的乳液 就是幫助代謝真的有用 因為我之前真的非常的嚴重 真的 我自己看了我都覺得慘了 而且那時候才30出頭 你就會覺得怎麼會這樣 聽你們講完之後 我們有多開心 要重燃的希望對不對 真的 明天又是一片光明了 真的 那請問一下明川老師 像立倫一樣 用這種體刷的這個除皺 那真的有效嗎 你適度的做這些 這個其實就跟我們平常 有些時候你身體勞累 你會去做刮痧 對 就把那個身體的 新陳代謝變好 一樣的道理 那我覺得這個體刷呢 事實上它有一定的幫助 但是一定要搭配 你不能乾刷 這很重要 再來就是呢 你在刷完之後 你還要再做更好的保養 比如說 你等於表皮有點被破壞掉 對 你一定要做更好的修護的保養 再來當然 如果你的皮膚是很薄的 或者是 我一定要講喔 或者是你真的是 已經很嚴重的拘皮 你這樣猛刷是很危險的 真的 為什麼 因為呢 第一呢 我們如果皮膚敏感的人 你如果表面被破壞 你可能會有破皮的問題 對 如果你的這個 橘皮筋很嚴重 就像剛剛妍婷講 它是個脂肪大小的分布不均 你想想看 在一條道路上 它是一個崎嶇的道路 對 你又硬是要用膝蓋 這樣子跪著走 你的膝蓋一定會破皮 對 一樣道理 你想想看 那個體刷 它就像是另外一個硬的東西 去在席去不平的道路上去摩擦 對 那這樣子甚至有可能你會 破皮之後 會有蜂窩性組織 對 很可怕 所以這個要特別的注意 蜂窩性組織也很嚴重 對 它這個弄不好要結脂 對 沒錯 蜂窩性組織之間 確實是很嚴重 可是也常常發生 因為現在人的免疫系統不好 對 可能也跟我們最近吃進太多毒有關係 所以囉 現在的SPA課程 也因應時尚的潮流 除了做類似這種體刷的課程之外 幫助我們去橘皮 他們都強調 現在有很多課程 其實是強調排毒 所以像 來問一下黃醫師 我們這樣子體刷 它是不是確實也是可以幫助我們 做到排毒呢 其實針對體刷本身 我其實沒有很建議 真的嗎 對 因為體刷 如果是它是太尖銳的工具的話 它其實對皮膚是有很大的負擔 那有時候就是你刷完之後 你會覺得它崩崩的 或者熱熱的 其實有時候是因為它腫起來了 就是 對 所以就是這個部分 已經要輕微受傷 對…一定要輕柔 那個力道很重要 那因為像我們在刷完之後 會覺得好像會冒汗有沒有 或者是我們去SPA課程 會蒸氣 或什麼會一直冒汗 這些冒汗呢 其實主要那個汗的成分 都是跟水分有關 一點點蛋白質 一點點脂肪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是運動 運動出去然後流的汗 其實之前有研究發現說 這樣子如果你是運動流的汗 它裡面的成分 對人體的有害物質的比例比較高 所以意思是說如果你是運動 來排汗的話 它排毒的效果才會出來 如果你是單純不吹冷氣 或者去蒸氣室 排出來的汗 基本上就是水而已 對 其實大家最容易去想像就是 你去做這些事情 排出來的汗不會有味道 但你去運動流出來的汗 是有味道的 對 所以你排出來的汗有味道 那才是真的排毒啊 對啊 那我們來問一下雨柔 因為你剛剛講說 你曾經胖的時候 後面也是會有聞嘛 對不對 還有橘皮也會啊 也會有橘皮 我在胖的時候那時候 真的誇張到我不誇張 他那個我男朋友當時 他就在忍不防 就在我不注意的時候 他突然就 男生的力道有多大 你可以想像 他突然就這樣一拳 然後我的大腿這樣打上來 而且打到我當場落淚 他有一個什麼 然後我就說 他幹嘛突然遭遇 我說你幹嘛打我 然後他就說 我幫你那個脂肪打散 你有俱平嗎 他說 武林四川一九的 還我飄飄捐 對 他就一直打 他就是說 他說可以把脂肪打散 就用打的這一招 他一定是戒肌 可是真的太可怕了 這真的太痛 而且我覺得會打走 真的 你都落淚了 我都 我這麼能忍痛的人 我都哭了耶 對 然後是到後面 我就發現 因為像一開始 我會就發現自己 有橘皮之後 我就跟老師講一樣 我就開始穿比較長的褲子 我就穿比較長的裙子 畢竟本人 還是有一點點羞恥心 但到後面真的發現不行 因為夏天太熱 我沒有辦法接受 然後就發現 其實你按摩大腿 或者是你就是可以一直這樣 把你的大腿的脂肪這樣轉鬆 就是一直有這樣的 突然好像沒有脂肪 對 就給你這樣 好驕傲 然後轉鬆 然後這樣子 就是像扭他的感覺 然後你會發現 你的大腿開始有點熱熱的 我覺得這樣好像會擰毛巾 對… 就是這樣 一種像 擰毛巾的那個手法的感覺 然後扭完之後 你可以開始搭配你的直關節 你也不用花錢去買什麼提刷 對 這個我平常會做 而且力道你可以自己控制 要大力還是小力 看你可以承受多數 所以我真的覺得 只有懶女人沒有醜女人 你看他們三個都很努力按 你看 而且其實之後 我有發現另外一個動作 就是在家你可以做 但是它是專門運動你的大腿後面 那你動到大腿後面 然後你就可以讓它比較結實 它就比較不可決 怎麼做… 比如說這是一面牆 對 然後不是放著 是把腳踢到那個牆壁上 是踢 然後這樣踩在那個牆壁上面 然後你既然讓腿比你的那個 身體高一點 然後腳跟往上 就這樣撐著 這樣子不動 就這樣撐著 你的大腿會非常瘦 不要像黃飛鴻鴻 那一定要用那個大腿的力量 真的喔 對 會非常… 而且我現在是放著 對 可是你在家牆壁上你是踢著 是踢著 你是沒有… 你是沒有支撐的 對 你是沒有支撐的 然後你就是這樣 對 然後你就是這樣 這樣你能撐多久 就身上你不行 你數… 你可以的時間 三分鐘 剛開始 三分鐘太長 然後你有時候你可以進階 憲哥你還要狠 人家腳在抖 沒有 你可以進階 就是你進階的話 你就是可以離開再回去 離開再回去 就是離開一點再回去 離開一點再回去 那你這樣一天做多久 我可以做 我一個小時的運動裡面 會包含這一個動作 大概15分鐘左右 兩隻都要 輪替大概三組 難怪你這麼瘦 然後你做完之後 因為你這樣子 你會瘦到這邊 然後也會 大腿也會用 對 也會緊實 那樣子抬一定的 而且連這一塊 腰後這一塊都會練到 這個很有效 對 我們要請問一下黃醫師 那個以柔剛剛的那個 擰毛筋的 黃醫師眼睛都發亮了 擰毛筋的 還有那個腳靠在牆壁的 有效嗎 我先講那個腳靠在牆壁的 它那個是比較高難度的動作 那個有點危險 對 它那個是給已經有練過的人 對 而且要筋不夠開又軟的人 對 如果說你今天是筋不夠開的人 你一樣可以放 可是你用放的 你不要用就是撐的 對 你就是放在 比方說就是小板凳 然後你慢慢把高度 進階 對 慢慢把高度往上拉 然後往前的 或者是往後的 基本上都是可以做的 那黃醫師像剛剛他講那個 扭毛筋一樣可以嗎 扭毛筋剛剛 剛剛宇柔的那個手技 它是屬於就是內外側都做的 所以這個部分OK 可是有另外一種方式 也是叫扭毛筋 可是它就是真的這樣 就是不同方向去做循環 反方向轉 對 然後我們就看過有那種 就是阿嬤級的那個阿嬤 它就是 轉 然後會發現它有 對 因為它的皮跟肉本身 它裡面的結地組織 就不飽滿了 那結地組織它就是 如果太鬆的話就會有橘皮 簡單的說就這樣 結果你又去越弄它 它彈性就會越鬆弛 所以之後你的皮跟肉就分開了 你的橘皮就更明顯 對 所以像這種手技 你要輕柔 然後記得一定要帶乳液 然後在做的時候 就是 就是可能幾個重點 大家要注意 真的 那黃醫師如果要 預防橘皮的話 要怎麼做才可以 妳那位教教我們 我們預防橘皮 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不要久坐 久坐 然後你會發現說 特別有橘皮的地方 就是你沒有運動到的地方 然後再來就剛剛提到 那個結地組織是去彈性 所以像我們的屁股這邊 一直坐著它就會更容易壓 壓到它沒有彈性 所以我們在上班的時候 你可以偷偷的 因為有時候就是長官在 不好意思 就是坐著的時候 你把身體往 就是離開你的椅子 一點點 只要不要撐在那邊就好了 對 然後離開一點點 這樣很累 你可以用 對 你可以用手 稍微撐一下 稍微撐就好了 不要用手 因為可以撐手 可以撐的 可以稍微撐 或者是有辦公桌 稍微撐一下 就是離開一點點地面 這樣就是椅面的部分 那就半蹲 稍微一點點就好了 有一點半蹲的感覺 對...有一點半蹲的感覺 然後你記得 對 就是 不行這樣子再開會 你這樣子 老闆還能專心開會嗎 沒有 老闆他每天都開會 沒有 老闆是看人 如果是嚴謹 他就每天開 對不對 而且每天開的時候 嚴謹剪筆囉 剪筆了 剪筆了 很深蹲的剪筆 然後慢慢剪上來 對 這個動作有一個大重點就是 膝蓋要夾 大腿要夾 是 對... 那女人最害怕的 皮膚的紋路問題 還有哪一些呢 杰玲 接下來是最容易看出 年齡的部位 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名跟第三名 分別是頸蚊 還有法令蚊 我跟你講 法令蚊還好咧 頸蚊真的是一旦有了 也很難處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先問一下 明川老師 所以國外的這些 好萊塢女星 是不是也很在乎 然後他們的方法 是不是也讓人頭皮會發麻 其實因為你知道外國人 他們的那個 皮膚比較容易更乾燥 而且他皮膚很薄 紋路是更明顯 所以比如說 山卓布拉克 曾經大家看過他用 來擦他的紋路 擦自衝的 然後 Demi Moore是用 水質 就是排毒 吸血這樣子 對 就是 天啊 新陳代謝循環嘛 對… 另外那個維多利亞 貝科漢貝掃 他用的是那個 劉宇柔的出售秘訣 竟被眾人大吐掃 他有一種是 專門拉這一塊的 眼睛 眼睛也有 然後也是往斜上方 這樣就拉 對 但我覺得最有效的還是 你從小就請媽媽幫你 這樣子眼睛就會往上拉 哪有 對 解決 不會 解決 解決 解決